这个部分我来介绍的是 两个曲线所围出来的面积 它的解题的步骤是怎么做的 我们依照的解题步骤来做 我们的话呢 解出来的答案的话呢 就不会计算错误了 首先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画概图 那么我们把一个图形的话呢 来介绍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来我们看看这个图形 现在各位同学讨论一下这个题目 这个F的话呢 是一个黄色的曲线 G的话呢 是一条红色的 那么各位同学看一下 在这边而言的话呢 在右边右半部 G的话呢是比较高的 在左半部G比较低 那么我们的话呢 在计算的过程之中 我们需要算由A到B之间 所围出来的面积 如果各位同学没有画概图 直接由AG到B 然后的话呢 F减掉G 会有什么后果呢 各位同学看 如果F减掉G的话呢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呢 G是比较高 这边是F比较低 左边是F比较高 G比较低 结果的话呢 造成的结果将会变成了两个面积会抵消掉了 所以正确的做法的话呢 一定要画概图 画概图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说 谁是在上面 谁是下面 这样子的话呢 万一我们的这个区域有一些交叉的地方 我们必须要分段来讨论 所以的话呢 第一步画概图 这个过程是绝对不能免的 画完了概图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就是要求焦点 来我们看看下面那个步骤 求焦点的话呢 我们这样子 要让各位同学了解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就我就举一个例题 让各位同学知道 求焦点的话呢 我们这么说了 求Y等于X的二次方 还有一个Y等于X 所谓区域的面积 假设我们做这个题目 来那我们第一步就要把图画出来 把焦点找出来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是这个红线是Y等于X 黄线是Y等于X的二次方 那么画完了图之后 我们就知道 我们要算的面积是哪一块呢 中间所围出来这个半月形的这块面积 重点是一定要求焦点 为何要求焦点呢 因为我们在积分的过程之中 我们需要范围 所以这两个点的坐标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求焦点 它的观念很简单 就是两个方程式的连力 因为两个方程式连力 代表的是又在这上面的这条线上 是又在底下的这条线上 那么我们的话呢怎么做呢 很容易再做出来 就是Y等于X的二次方 这是第一个式子 Y等于X 这是第二个式子 我们来做个连力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使用 代入消去法 直接就可以计算出 X是等于多少呢 X是等于0 还有一个X等于1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知道了这个坐标了 第三个步骤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第三个步骤 我们就要把一片面积找出来 一片面积 各位同学的话呢 不论是横切或者是直切都可以 那么以这一题而言的话呢 我们来个直切好了 直切的话呢 各位同学看一看 直切 无论是怎么切 我们发现了什么 Y等于X永远是压在Y等于X的平方之上 那么它的宽度都是DX DX 各位同学的话呢 就是微小的一小段的X 那么一片面积怎么写呢 一片面积我们是这么算的 A代表的是面积 那么一片的面积 我们就称为DA的微分 就是DA DA怎么写呢 薄片的面积叫做长程宽 各位同学看一下 上面 上面是X 下面是X平方 我们的话呢 要求这个中段的这个高度 所以是两个相减 这是高度了 然后还有宽度 横宽是多少呢 是DX 一片的面积 我们把它算出来了以后 最后一步就是积分了 一片面积的话呢 两边一起积分 各位同学 两边一起积分以后 整个的A就会变成积分 我们就直接照超就对了 好 现在的话呢 来看 X的范围是几到几 X的范围刚刚才算出来的 X是由0到1 这边就填 0到1 就OK了 于是我们的话呢 做一个计算 X的积分是 二分之一 X的二次方 后面的部分 减掉 这边是三分之一 X的三次方 来 我们范围呢 范围是由0 几到1 我们这边就填 0到1 继续计算下去 1带进去 扣掉0带进去 1带进去是多少 二分之一 减掉三分之一 扣掉 0带进去 各位同学的话呢 0带进去 通通都没有了 都是0 所以我们就直接 这样子写好了 二分之一 减三分之一 是多少呢 是六分之一 所以我们肯定的说 这个半月形的面积 是多少呢 是六分之一 那么各位同学 依照这四个步骤 画概图 找焦点 一片面积找出来 再做积分 我们的话呢 再做两区线 所围出来的面积的问题 都不会计算错 好 你 你 没关系